那我學員大家好 我這邊自我介紹一下 我新周 周中的周 周一景的景樓順遙 那目前是在基隆的經國學院 參與館的一系 當系主任 那之前呢 在業界再過一段時間 在謝頓飯店六年 那在遠東飯店五年 那當中衛那時候 就請我過來幫忙上這個課程的時候呢 我想 宜蘭這邊就是郊西啊 頭城這邊其實現在有很多的休學的一些飯店 或者是一些獨立的一些餐廳 那我想說 就針對兩個部分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上課的兩個部分 針對這兩個部分來跟各位學員 來做一個親眼的分享 不敢說是上課 那也藉由在之前飯店的一些經驗 跟業界的一些經驗 還有現在教學的經驗 來跟各位學員做一個分享 所以 我們上辦的這個課程呢 基本上就是以我在遠東飯店那時候 遠東飯店那時候 其實我在那個馬頭波羅 38樓的義大利餐廳 然後跟六樓的咖啡廳 就是現在的遠東咖啡 然後跟後來到燕灰廳廚房 那基本上 我主要就是針對那時候 我待最久的 那時候待了經驗近快四年 在這個咖啡廳廚房 那時候其實我們的這個節慶活動 其實吃Buffet 其實大家也知道要怎麼樣的做一個 菜單的一個設計 跟做一個行銷 來做我們上辦廠的一個課程 那至於下半場呢 其實就是針對這個 所謂的飲食文化 有關於中西餐的烘調 跟盤飾 然後來跟各位學員做一個分享 那現在就我們就開始 就是開始來 來跟各位同學 各位學員來講 我們所謂的甜心自助餐 的這個菜單的這個設計 那我們的這個內容大綱呢 主要分成這個菜色主題的構思 周邊 那時候我們在做整個活動 行銷活動的時候 周邊的整個搭配 然後再來就是事前的這個配置 怎麼樣的做一個準備 基本上其實在飯店做一個promotion 基本上最少最少都要三個禮拜 最少如果說你有聘 這個外面的一些特座的主廚 甚至都超過三個禮拜都有 那再來就是菜單的行銷 怎麼樣去行銷它的方案 然後最後呢 就是這個事後的檢討跟記錄 那這個我們就是針對這五點 來跟各位學員做一個經驗的分享 那第一個呢 在菜單主題的構思的部分呢 當然我們在整個 在經過我們這個主廚 他在計畫下一年 其實今年已經開始在計畫下一年 他整個活動整年的一個構思方案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分幾大項 那第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季節的區分 那季節基本上就分成春夏秋冬 這四個季節 那這四個季節 基本上那時候在台北 因為遠東飯店它是一個商務飯店 跟這邊的休學員飯店不太相同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分別呢 基本上我們把春天就是花的季節 那食物上呢 我們會以比較清淡的風味 來做一個這樣的搭配 那夏天的話呢 會以辛辣跟咖哩 然後秋天的話當然就是 就是現在啊 就是以螃蟹跟海鮮 那冬天的話當然快過年了 那會搭配 等一下會搭配一些節慶 那冬天的話 當然就是藥膳跟火鍋 這樣的方式來做一個搭配 那再來就是以節慶 其實在各個飯店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其實都會跟著節慶在走 跟著節慶在走 那當然就是在接下來的 當然就是所謂的聖誕節 或新年 不知道明天是重陽節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怎麼樣 針對擾人的一些活動 然後情人節當然在飯店來講 情人節是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賣點 情人節 而且現在的年輕人 基本上他們也都捨得花這樣的錢 情人節在西方的國家就過一個 我們在台灣過幾個 兩個 甚至有到三個 還有 我是聽 我們說2月14號是情人節 然後3月14日是白色情人節 然後還有七夕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2月14、3月14 你有沒有聽過4月14 這是我學人講的 他說4月14叫黑色情人節 就是給沒有情人的情人過 所以2月14是女生過 3月14是給男生 對不對 男生送女生 女生送男生 然後黑色情人節 是沒有情人過 那我還有七夕 好 那其實很多 其實飯店基本上 他會跟著很多很多 不同的節慶在走 那我想 只要你們配合那樣的節慶 有那樣的人潮 基本上 他就有那樣的客人 OK 那再來就是 各國的國慶 還有這個圍爐的年菜 那各國的國慶 我想最 比較 在飯店上 比較會做的啦 基本上就是 美國 7月4號的 這個美國國慶 配合 這比較多 那再來就是 這個年菜 我想 現在只要想到過年 尤其是飯店業者 應該現在就在挖一旦 不知道那時候的 那時候的人在哪邊 那個PT的人要多少 因為 現在其實 大部分我們在外面 呃 吃年菜的人 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那其實這個 要怎麼樣去配合 我想 也是一個 我們菜單 在設計上面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構思 這個剛剛講的 國慶節 在這邊 國慶節也是 好 再來呢 就是說 我們在做整年的這個活動方案 注意的事項呢 其實你必須要非常注意 你本身的客源 那 以 呃 台北遠東 這個香檸大飯店來講的話 他的 這個 呃 在咖啡廳吃蜘蛛餐的 的 客源 基本上有 80% 是本地客 所以我想你們可以要再分析 你們的整個餐廳的整個結構 那 真正 房客到 房客到這個蜘蛛餐廳去用餐的 基本上只有占20% 喔 所以 呃 這個 這個客源的來源 其實對你整個 在菜單設計上面 跟你以後 以後要做行銷 其實它是一個 呃 非常相對的關係 非常相對的關係 如果說你的客源 比較多 可能你 你住房 房客的客源 比較多 那就跑不掉了嘛 所以 基本上就會有一點點不同的改 一點點不同的 在菜單的構思上面 會有一點點不同的這個構思跟主題 再來呢 就是所謂的 這個場地的考量喔 我們知道那個 呃 這個遠東 呃 六樓的咖啡廳 其實它是兩棟之間的 這一個公務中心的 某的 最上面的 六樓 它是一個 中庭 那所以 這個中庭的下面 五四三二一 基本上 它是一個百貨公司 那 它是一個百貨公司呢 基本上呢 很多東西呢 它必須要考量 呃 必須要考量它 呃 它的促銷的東西 喔 那 呃 而且呢 就算 你 我們其實會有一些 譬如說在南非啊 或者是會安排一些舞蹈啦 喔 或者泰國 有一些泰國舞蹈啦 一些服裝手秀啦 那在這個mall裡面考量 裡面用餐 那基本上油煙就不可以太多 喔 所以你 地方場地的考量 基本上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再來就是 宗教的因素 喔 那可能 針對不同的 客員 那你必須要有 不同的 喔 菜單 我想現在 呃 吃素 或吃健康素 或者是吃方便素 我想素食這一塊 在 目前的 呃 所有的一個 餐廳設計裡面 都會區隔出來 喔 他會說 我不吃肉 我要吃素 請問我要吃什麼 喔 我要吃素我要吃什麼 那我想 這個東西都必須 要做到這樣的一個 考量 要做到一個考量 喔 那 回教徒是 喔 不吃豬肉的喔 喔 所以 其實 回教徒不吃豬肉 在 在西餐的風調 其實他們就做了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 呃 的一個 一個做法 喔 我們知道這個西餐喔 基本上呢 它 有三個 它有三個高湯喔 是做所有西餐最主要的一個 基本的因素 的 這個元素喔 那這個高湯裡面 包括牛高湯 雞高湯跟魚高湯 它不會去碰豬肉 尤其是 在西餐的 在西方的國家裡面 有四分之一 喔 有四分之一的這個 的人呢 是信奉阿拉 是不吃豬肉的 所以當 我們在熬製高湯的時候 尤其是在西餐裡面 它是不會有豬肉高湯在裡面的 那 再來呢 我就針對呢 下面有兩年 總共有兩年的一個 promotion喔 然後 呃 這個跟 呃 學員們做一個分享喔 那這個年份 其實不得考 喔 隨便 我就隨便想 2007跟2008 可能再更早 那時候在 在飯店裡面做的喔 那我把我的 之前的資料 我把它做了一個整理喔 做了一個整理喔 那 這個資料裡面呢 這一年呢 從2007年開始呢 喔 這個咖啡廳呢 它從一月到三月呢 喔 一月到三月 它的自助餐呢 喔 它分成的 每一個禮拜有七天嘛 所以它把 禮拜二到禮拜三 喔 禮拜二到禮拜三 是做義大利菜 然後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六 是做泰國菜 然後呢 禮拜天到禮拜一 是做海鮮的自助餐 是做海鮮的自助餐 我不知道這樣子的分 我們的學員 有沒有看出端倪 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分菜 他這樣子其實 就是義大利菜做兩天 再來泰國菜做三天 禮拜四 禮拜五 禮拜六 然後海鮮放到禮拜天 跟禮拜一 有沒有看出一些關聯 好吃 比較好吃 我們就禮拜一到禮拜天喔 基本上以商務飯店來講 生意最好的時候 應該是從禮拜四 尤其是禮拜五跟禮拜六 生意是最好的 生意最好的話 我就可以放成本稍微 比較低一點的菜肴 OK 所以 生意比較不好的 當然就是禮拜一 跟禮拜天的晚上 我成本可以稍微放好一點的菜 放在禮拜 我喜歡吃海鮮的人 那他可能就是禮拜天晚上 過禮拜一來用餐 好 那這些 這樣子的一個考量 然後禮拜二跟禮拜三 我們放義大利 好 那義大利菜 其實 義大利菜 其實會 就是普通的business day 是所謂的 所以他 我們那時候其實主廚在 安排上菜色的考量 泰國菜基本上它的成本 相對跟海鮮跟義大利來講 它比較低的 那我們會把它放在 生意比較好一點的 放在比較好一點的這個 時段 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 那泰國菜完之後 接著就是海鮮 那你的海鮮裡面 你也可以偏 義大利菜多一點 所以當你準備多一點的時候 萬一禮拜一生意不是太好的時候 你禮拜二跟禮拜三 但義大利菜還是可以用 還是可以用 那我們還有一個 他的波羅三品 所以他們也會給我們一些資料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plan 在一月到三月呢 那時候這樣子弄 其實對廚房的員工來講 基本上呢 是一個很具挑戰的 因為等於說一個禮拜 你必須要換三次菜單 是不是也會用來 對廚房買一塊錢 所以的今天 應該是一樣